我们持续来看到花莲富凯饭店受到地震的影响 倾斜坍塌 那么从昨天上午一直到今天早上8点 建筑物是再度倾斜了4.7公分 最新的拆除现场赶快把时间交给婷宇 好 主播各位观众 持续带您关心花莲富凯饭店的最新现场 可以看到后方的这栋倾斜的大楼就是富凯饭店 不过跟昨天明显有很大的差别 您可以看到顶部的钢筋水泥都已经裸露出来了 因为从昨天晚上的8点45分开始就进行了开拆的作业 不过您也可以看到倾斜的角度是比较明显的 从昨天24号早上8点到今天25号的早上8点 富凯饭店又再度倾斜4.7公分 倾斜的角度是快速的增加 如今的拆法是从V字形的破口 也就是您看到裸露钢筋水泥的地方 那慢慢的往左右逐渐的扩大 而且是由上往下 先加碎之后再拨下来比较不会拨及民宅 现场的师傅也表示 因为天王新那楼是属于三角的建筑 青岛的方向比较明确 不过您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一栋 富凯大饭店它是十层楼高 而且它是方形的建筑 也就是在开拆的时候 四个角都有可能会青岛 那么加上这一条中山路呢 腹地很窄 离民宅也很近 拆除的难度也更高了 那么为了进行拆除的工程 也特别出动了悬台最长的怪手号称是鲁夫号 它的机械手臂可以长大约是四十公尺 加装大个计之后可以达到四十二公尺 那么在零四零三花莲的强阵 天王新大楼倾斜的时候 这台鲁夫号也是业者从宜然北上 然后再往南下 绕行南回一直到花莲来支援拆除 是相当的辛苦 那你也可以发现稍早在早上七点五十三分的时候 花莲的近海又发生了规模四点四的地震 最大的震度达到了五若非常的有感 那么深度是只有五点九公里 如果您最近在花莲地区 又或者是您要前往山区的话 得要特别留意了 因为余震不断 那么加上最近有可能会下雨 是不是会有土石松动的现象 民众可得要多加的评估 是不是要前往山区 那么以上是现场的仔细情形 我们到时间画面交换棚内 所以403先是发生了7.2规模的强阵 造成花莲有多人死伤的灾情 结果到了23号凌晨 又有规模6.2的地震 结果花莲又有楼房是倾斜的灾况 超过了千次的余震 也造成人心惶惶 但是现在却有绿营的侧异 甚至是包含了知名作家苦林 就调侃说 地震的好处是离大陆更远了 不对此气象鼠是直接打脸的指出 台湾位在欧亚大陆板块 以及菲律宾海板块的交界处 每年是以7到8公分的速度在移动 台湾西南部 每年大约是以4到5公分 往西南的方向来移动 东部整体是往西 最远的蓝雨 则是每年朝西北溪的方向 移动7到8公分 因此台湾整体 其实是正在逐渐的靠近大陆 好来看到这起活景外高 高雄市凤山区有一间大卖场的地下室 突然冒出了浓浓的黑烟 消防局货报立即前往抢救 而起活点是地下一楼的物流仓库 想要下情况把时间交给军艺 好的主播 画面中可以看到农烟不断从地下室窜出 停车场入口被农烟笼罩 消防人员货报 派出16车35人赶往现场 立刻拉起水线 进入地下室准备进行灌救 事发在清晨高雄市凤山区中山西路上 一间大卖场的地下室 地下室一楼的物流仓库起火 而仓库内堆放大量物品 因此才造成大量浓烟窜出 已经与现场人员询问 是在地下室 一是燃烧这个货物 泡面饼干等等 那现场燃烧面积大约是18平方公尺 火势在地下室焖烧 幸好在消防人员到场后 半小时便受到控制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而真正的起火原因 正由消防局监视科调查理清中 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主播 来看到台南市东区 有一辆工程车是停在路边 结果遭到当地的民众要求移车 工人不满怒向路霸 详细的情况把时间交给书红 好的主播 给观众在台南市东区的东安路76项 这附近有一个工程的工作 有工人就把他的车停在巷弄的路旁边 但是疑似是长期停放在这里的车主不满 要求工人来移车 但工人表示 这个是公共地大家都能停 造成双方产生纠纷 爆发口角 我们来看当时的现场情况 好 好来好去 我来做人看 你叫我刷刷就要刷刷是不是 不是 这是 帝人的妈 帝人的你 可以看到双方是你来我往的互呛 而证明了工人他把货车停的地方 是没有划线的公共巷弄边 而警方表示没有接获民众报案 如果有类似的纠纷会愿意到场协助处理 以上是来自台南现场情况 时间镜头交还棚内主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mpartial让舞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